使用拳法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螺旋蝉痴 首先我想说一下螺旋蝉痴的术语 在过去的时候 传统的太极拳里面 它只有蝉痴 或者说抽丝 或者是蝉 蝉法这一类的东西 陈斥太极拳里面 更多的用蝉痴这个词 具体的动作是蝉法 左蝉右蝉上 下前后大小 这一类的蝉痴 这是古人留下来的东西 在别的蝉种 很可能也有蝉这个东西 也有抽这个东西 就是丝这个概念是有的 有的叫抽丝 蝉痴它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螺旋蝉痴 实际上螺旋这两个词 是一个现代的词汇 两个家子一起 叫螺旋蝉痴 是一个已经在陈斥太极拳里面 已经是固定的这么一个说法 并不是分开的 并不是螺旋是一个事 蝉痴是一个事 它就是一个东西 指的就是蝉痴 要用现代科学来说 就是指的螺旋 这儿呢我大致再说一下 它螺旋是什么东西 怎么样把它呢 结合在我们练拳里面 洪老师的陈斥太极拳 实用拳法里面有一个 它的风格特点里面 有这么一个东西 叫什么呢 每一个动作 它一定要是一个公转和自转的结合体 这个公转和自转的结合体 就是螺旋蝉痴 什么意思呢 自转的时候 你看哪一个转头自转 它一动一不动 它只是在原地这么转 这个呢就叫转 转的时候 这就是旋转 它这个旋转的时候 如果加上个往前的一个距离 推动的一个力 它一边转一边往前走 这就是螺丝这样 它由这个螺纹往前走了 加了距离了 你从这个地方 它加了这个距离了 因为这个转是本身这么转的 它哪里不去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你要是看一个 圆形的锯木头的锯 你把它打开 它在这地方转 什么事没有 但你把这个锯往前推的话 它实际上它是做了这么一个动作 所以它能把那个木头给割开 它在原地木头在这 它互相之间不打戒 它只是旋转 是没有关系的 螺旋铲词指的 就是它既在转 它又往前走 这两个有机的 根据太极拳的要求 根据动作的情况 它往前推进 它出来这个形式螺丝 所以叫螺旋铲词 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 在各种武术 在各种动作 舞蹈里面 它都是有的 这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现象 我们把它归纳过来 说是陈世台拳实用拳法的一个风格特点 还是那句话 就说我们这个拳里面 对这一个现象特别关注 我们认为这是个好东西 在我们的拳里面 每一个动作都要求你体现出这个东西来 用一个普通的话来说 就是说你有了这个东西 我们就喜欢 我们就说这个好 我们特别的让它叫好 所以练拳的时候 我们要求时时刻刻 都要做到螺旋三思 这是第二个风格特点